大家好,我是想念,欢迎您收看我的西方艺术史专辑 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古希腊雕塑 通过前面两期的节目,我们了解了古希腊人在2000多年前 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制造大型人体雕塑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达到了古希腊雕塑艺术最辉煌的时刻 这个辉煌时刻源于一场战争 西波战争 西波战争的战乱使艺术家们云集雅典 又因为战争中雅典成立提洛联盟,发了大财 迎来了艺术飞速进化的70年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同样是因为战争,古希腊先是陷入了城邦混战 然后被亚历山大统治 后来又被古罗马人征服并统治 古希腊一路衰败下去 随着古希腊的衰败 古希腊的艺术家们失去了工作 只能四处流走 这无形中就让希腊文化和艺术遍及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 这段长达200年的时间被称为希腊化时期 希腊化时期,希腊雕塑在之前古典时期雕塑动起来的基础上 又在人物情绪上继续演化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座著名的希腊化时期的群雕像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雕塑中间的这个痛苦扭曲的人就是拉奥孔 希腊神话中他是阿波罗的祭司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海神波赛东的祭司 反正呢,这是跟特洛伊木马相关的一个故事 说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中失败了 临走之前呢,给特洛伊人留下了一匹大木马 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木马里藏了军队 特洛伊人把木马拉到城里去 这样就中了希腊人的计谋 导致了战争局势的反转 说到这里,有没有想过 敌人战败以后,给特洛伊人留了这么大一个家伙 特洛伊人怎么就这么无脑 相信他是个宝贝,还给拖家里去了呢 其实,战争失败以后 战败方留下一个物品在撤走 是当时战争文化的一部分 表示我认赌服输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是不是确切有这么个特洛伊木马 但是在历史上,以色列的海法地区 还真有这么一头像木头牛一样的东西 就是当年一方战败以后留下的 里面还真藏了人进去 最后把这个城池给拿下了 所以把特洛伊人的木马当作战利品拉进城是有可能的 当特洛伊人张罗着把木马拉进城的时候 拉奥孔站了出来 他用一把长毛刺向了木马 说这是希腊人的诡计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但是他这么做惹恼了战争女神雅典娜 我们知道战争女神雅典娜是挺希腊人的 他因为在三女神金苹果之争中输给了阿弗洛迪特 也就是维纳斯 他恨透了维纳斯 一定要把特洛伊毁掉 所以他怎么会让拉奥孔阻止这件事情呢 于是他就放出了两条蛇 死死的缠住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 拉奥孔是祭司啊 他一看就知道自己绝无生路了 还要让两个孩子也一起死 所以非常的痛苦绝望 尽管他浑身肌肉紧张 用力和蛇抵抗 但是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哀 是不是最大的悲哀 就是明明预料到悲剧的发生 却无力回天 对儿子 对自己 对自己的国家 特洛伊 这种戏剧化的表现 被称为希腊化巴洛克风格 拉奥孔之死 让特洛伊人以为 他是因为触犯了神灵 才惹来了杀身之祸 更加相信木马是圣物 于是导致了特洛伊的覆灭 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莱辛 为这组雕像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拉奥孔论话与诗的界限 是美学领域第一次对丑做出了彻底的思考 我们来看这组雕塑作品 它不再是希腊古典时期所崇尚的把最美的人体献给神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拉奥孔当成美 所以说是对丑的思考 那么这本书都说了什么呢 首先它说拉奥孔不能在雕塑里哀嚎 它只能眼中充满绝望 发出被截止住的痛苦的叹息 拉奥孔的面部表情 是这组作品最具有感染力 最吸引人的部分 我们用绕梁三日来描写音乐 那么拉奥孔的表情也会使我们离开这个作品后 最记忆犹新的 莱欣还说 艺术家要选择描绘事物的某一个能产生最强效果的角度 选择那个可以让人的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刻 那么拉奥孔的作者选择了哪个时刻呢 两条蛇马上就要咬上拉奥孔和他的小儿子的瞬间 而大儿子正在从蛇的缠绕中抽离他的脚 让我们看到他竟然有逃脱的希望 逃脱前他看着父亲拉奥孔的表情也非常的复杂 我看到了他在恐惧之余 还有一种与父亲永别的不舍 当然我说的是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想象和感受 艺术不是数学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 这恰恰就是莱欣所说的 让人产生想象效果的最强的角度 而且我们在其中越能想象到更多的东西 就让我们越相信自己看到了他 所以优秀的艺术作品都会选择激情没有达到顶点 或者激情后稍稍平复的瞬间 这样作品就给我们的想象留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而如果作品刻画的是激情的顶点 就意味着止境 就会让观众失去了在脑中呈现想象的空间 没有经过想象的激情 就会是索然无味的 我们在后面欣赏其他作品的时候 会一直看到这条黄金法则 讲着讲着就咬文嚼字了 比较累 让我们回到雕塑本身 关于这组群雕像的作者和年代一直有争议 不过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 今天放在梵蒂冈博物馆里的拉奥孔群雕 是青铜雕塑的大理石复制品 当然你也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 看到这组大理石复制品的复制品 讲拉奥孔群雕就不能错过 它是怎么被发现的传奇故事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是在1506年 罗马附近的一个葡萄种植园里发现的 1506年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就是掀起复古的狂潮 复古复的就是古希腊的古 当时的有钱人和贵族都喜欢收集古希腊艺术品 这座雕像的发现 引来了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观看 其中就有教皇 尤里希斯二世 当时米卡朗基罗正在罗马 为教皇修建陵墓 所以就被一起叫去参加鉴定 结果从图里拉出一看 哟 这不拉奥孔吗 历史书里见过呀 这下葡萄园竹可发了 大家竞相出高价购买 挖到宝贝当然好啊 但是也很危险 所以这个主人就把雕塑放到了卧室里 天天跟他睡在一起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还得卖出去 那卖给谁呢 当然是卖给最有地位 最有权势的教皇 于是教皇就把这组雕像拉回梵蒂冈 放在花园里供公众观赏 然而这组雕像刚出土的时候 并没有积作 拉奥孔的右臂 小儿子的手和大儿子的右臂 还有蛇的许多部分都丢失了 而且拉奥孔的大儿子和主体完全脱离 所以去参加鉴定的艺术家 就一起辩论该如何修复这尊雕像 米克朗基罗认为 失踪的右臂应该是向后弯过肩板的 然而包括拉斐尔在内的大部分人认为 以英雄的姿态 向前伸出右臂更为合适 这个观点之争可有故事了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三节里面 成就最高的最受教会喜欢的画家 因为拉斐尔深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所以他想象中拉奥孔应该是英雄的姿态 而米克朗基罗是三节中最没文化的一个 他不懂什么理念 他有他自己对于美学的见解 当然拉斐尔是画家 他不会雕塑 但教会还是采用了拉斐尔的意见 拉奥孔应该有个英雄式的伸直的手臂 当时有过几个伸直胳膊的版本 最终以米克朗基罗的一个学生制作的伸直的手臂 为最终版本 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1798年 拿破仑攻占了意大利 就把这组雕像拉回了巴黎的卢浮宫 因为这组雕像并不完整 有很多碎片无法复原 所以拿破仑就公开征集修复方案 但是没有人应征 我想大概是太难了 没有人敢接这个活儿 我们前面几期曾经提过 拿破仑在1815年兵败滑铁炉之后 把很多抢去的艺术品都还了回去 当然法国人没有都还回去 所以今天你仍然能够在卢浮宫里看到 胜利女神雷纳斯的雕像 但是拉奥孔被还了回去 被放在梵蒂冈博物馆 1906年 一位艺术交易商在当时拉奥孔出土的地方找到了一截手臂 他觉得材质和风格和拉奥孔非常相信 他相信这就是拉奥孔的右臂 可很多时候 现实世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拥有东西的价值 于是这截手臂就在梵蒂冈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足足待了半个世纪 才重见天日 1957年 梵蒂冈博物馆决定重新评估这座雕像的时候 才发现这段手臂 跟450年前 米卡朗基罗推测的弯曲的手臂一模一样 20世纪80年代 现代艺术家们又将拉奥孔裙雕拆散 移除了几百年前修复的部分 重新组装 在拆除的过程中 现代的艺术家 好像在和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工匠们 进行了一场时空交流 他们看到了艺术家们 在追求雕像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上的努力 和他们对三角形构图的一致品位 我们今天看到的拉奥孔裙雕 是三个时代的艺术家们 共同创作的结果 但艺术家们并没有止步 他们给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 其中有人建议把大儿子彻底拆除 旋转90度 背朝祭坛 面向观众而不是他的父亲 用金字塔式的对角线构图 来更加突出作品的戏剧冲突 所以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拉奥孔裙雕 好 今天的拉奥孔裙雕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期我们将一起走进卢浮宫 欣赏一下另一座希腊化时期的经典雕塑作品 圣利女神 了解圣利女神的故事 这件作品重生的故事 圣利女神在其他艺术品中的故事 以及今天圣利女神对我们商业社会的影响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专辑的内容 请点击订阅 同时也欢迎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写在留言里 让我们一起分享学习 期待在下一期见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